大家好,我是陈兴杰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荷花画法的第一讲 荷花的结构和双钩画法 这一节课我们讲荷花的其他画法 首先我们看的是南宋吴炳的《出水芙蓉图》 这幅作品笔法精工,摄丝艳丽 采用的是淡红色的韵染 这是明代周知勉的作品 作品以墨谷血液,以粉白钩花 公笔与血液,和谐统一 笔墨自然,涉色淡雅 这是周知勉的另外一幅作品 此图高线甜彩,雅致高益,色彩高润清丽 徐蔚的作品开创了中国血液画的鲜河 构图简洁洗练,布局清新奇巧 造型虽然夸张,却饶有笔墨情趣 清代谢孙的这幅作品 沟漏润染,功力深厚 花叶的线条,工细而不呆板 色色艳丽,而不浓腻 光彩溢溢,栩栩如生 黄申的这幅作品 将墨汁浓淡干湿发挥至极致 花的表现融入书法特点 运笔畅快淋漓,一气呵成 荷花小鸟是朱搭最擅长 也是最喜爱的题材 作品墨和生动,各有姿态,意气傲然 与前面黄盛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吴正武的这幅作品 河叶碧绿四散,几朵红河 正战土芳飞 任某年的作品 精熟奇巧,而付心意 比无常法,干湿浓淡 随手写来,恰到好处 无常数的这幅作品 任情挥洒,奔放雄袖 两朵红河,富薄色,质朴,而惹人注目 陈诗增的这幅作品 下笔生辣强劲,有浓厚的金石器 荷花荷叶,都仔细地勾勒金脉 用笔凝重 张大千的荷花作品 早年多水墨血液,取法八大和石涛 中年受敦煌壁号的影响 兼做工笔重彩和墨古画法 到了晚年,将山水画的泼墨技法 运用到了荷花创作上 开创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齐白石的作品单纯可爱 笔法挥洒自如 充满了闲情意趣 潘天寿的荷花 笔墨仓骨 凝炼老辣 切大气蓬勃 具有摄人心铺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 王启涛的作品 构思精巧 形似神窍 清新秀丽 创造了清新灵妙 雅俗共赏的鲜明风格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些大师的画和方法 来分析讲解这些不同的表现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花苞的染法 先用双钩画出几个花苞的结构 在这个花苞的肩部 画出花苞 然后用含水量比较大的笔 用笔尖调一些淡的薯红 在花苞的肩部 起笔向下渲染 重要的花瓣颜色要稍微重一点 花苞下面的部位可占清水渲染 第二个花苞下部 加一点点藤黄 第三个花苞的下部 用笔调一点点花青 加藤黄 这样花苞的下部 就出现了浅浅的绿色 切记在渲染时不可以平涂 中文字幕提供 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双钩轩人法 上一节课我们讲过 脸蓬的种类很多 表现方法也很多 不同的种类 色彩也不相同 下面我们就画几个 不同的色彩造型的脸蓬 先画脸蓬头和颌梗 为了使画面丰富 画一些残花蕊 合稿的毛刺 要画得自然洒脱 由于品种不同 脸蓬的造型和色彩 也是多种多样 所以要根据画面的需要 来进行表现 心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茬茜上 点上同类色彩 会使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 并附用装饰感 木骨花苞的画法是 用大一点 吸水性比较强一点的笔 沾上朱砂和薯红 笔尖再加一点点胭脂 这样就会出现笔尖浓 笔根淡的笔触 这种画法强调下笔果断 位置准确 水分稍大 略带阴发 花瓣留有非白 体现出用笔的潇洒和力度 要有书法的味道 切记平图 音乐颜色彩 笔尖到笔根颜色变化的熟练掌握 需要我们在下面多加练习 木骨锅纹法就是用木骨的方法画出花的结构以后 带颜色绿杆时 用细缝笔沾上胭脂或者是淡漠来勾画花瓣的麦纹 这种方法可使画面更加丰富 用木骨的方法画出花的开心 用木骨的方法画出花的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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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